我国去年经济增长取得8.7%的亮眼表现 不过这距离理想的经济复苏路段还有一段路 这也成为前首相丹斯林慕尤丁和经济部长拉斐兹 今早在国会过招的话题 我国又该如何在充满挑战的全球经济环境独善其身呢 我们有请人在国会大厦的本台记者陈伟任来说明 伟任请说 是的 主播 经济部长拉斐兹今天在国会下议院的时候就表示说 2023年全球的经济状况虽然是持续的不稳定 但相信中国开放边境的这个诱因能够或多或少的帮助我国抵消部分的外围的挑战 但是政府也是没有坐以待毙的 现在的这三个大焦点就是要如何的加快经济复苏 政府的三个焦点就是 第一 稳定国家的财政状况 第二 增加和开创更多的收入来源 以及第三 整合国家的经济结构 包括提供这些低收入群体呢 更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但是巴俄区国会议员呢 慕尤丁就说 哎 国家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穷人啊 那政府除了高谈长期的计划呢 会不会效仿国盟时期 这个国盟政府推出的针对性的刺激经济配套来疏解民困呢 拉贝斯是直接回绝了这个建议哦 他强调说 政府呢绝对不会再举债救国 因为现在团结政府背负的这个债务呢 就是蒙尤丁时代所留下来的 庞大的这个债务哦 我们又请到不回放刚才的国会画面 Walaupun Pagoh mengatakan kerajaan boleh memperuntukkan 200-300 bilion kita juga sedar bahawa kami terpaksa mewarisi satu bebanan hutang yang besar Pagoh sebab itu dalam suasana yang ekonomi sudahpun melepasi endemic dan kita juga memastikan bahawa kita menangani cabaran-cabaran antarabangsa 最最便的是 在正在复权和项目的 但是财产在利息就高达400亿令吉这么多 因此团队政府就决定要止捎 透过举债以外的方式来加速国家的经济步伐 以免就是要夹击了下一次的政府 以及国家的下一代 但也强调政府不是不花钱 而是把钱花在刀口之上 要谨慎开销 因为2023年裁案 这个史上最大的预算案 就足以证明政府不是不花钱 那拉斐兹也透露 目前除了农业之外 我国其他的领域都走在复苏的阶段 另外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自上任以来就一直很注重 要应对生活成本压力以及通膨率 而就有国民议员担心说 会不会后此薄比 就是部门忘记了要照顾消费人的权益 那副部长傅之亚就回应说 消费者如果遇到一些不公不义的 售价的情况的时候 大家是有两种做法的 第一就是不要买这个贵的商品 因为只要这个需求降低了 那这个价钱也会跟着降低 第二就是对有关当局做出投诉 那傅之亚提醒这些国人 其实大家是有这个权益 就是决定自己要买还是不要买 要向谁买 或者是要不要决定要不要买 这个东西呢 大家是要谨记在心的 那国会呢 今天也是提 有提及了 这个关于精神疾病和企图自杀的课题 法律体制改革部长的 副部长兰卡巴欣就透露说 这个在疫情期间呢 和精神疾病有关的求助投报呢 是已经翻了五倍这么多 从2020年的四万四千多宗翻倍到2021年的二十一万四千多宗 对不起是二十一万二千多宗 而患有忧郁症的人士呢 自杀的几率更是比普通人高出了二十倍 那部门呢 目前也正在考虑要将这个企图自杀 除罪化 并修订这个精神疾病的法令呢 也就是要照顾这些所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而不是把他们视为是犯人 而这个部门呢 也希望能在本季国会提成相关修宪案 也在这个本季的国会通过 那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先把时间交易给棚内的主播 好 非常感谢委任从国会捎回来的最新消息 感谢观看